你是否经常对某些人某些事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仿佛你们不是第一次见面 有人说这是一见钟情 更浪漫的说法却是 你们在另一个时空里相爱了 你觉得脸熟的人 可能真在另一个时空见过 这个酒保就遇到了一个奇怪的客人 半个小时前的他风流倜傥 对酒吧轻车熟路 可是从厕所出来后 他就像丢了魂一样 明明是同一个人 名字却不一样 就连表情神态也仿佛换了一具灵魂 此时的他们尚未知道 其实他们生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里 在1999年 有人用计算机编程创造了一个虚拟世界 这个世界的NPC们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他们不知道自己只是一串带马 现代人只要接入系统 就能附身在这些工具人身上 体验1937年的洛杉矶时光 可是开发这个系统的传先生 却被人谋杀了 他的得力助手和道格也成了最大的嫌疑人 公司隔壁酒吧的调酒师目睹了命案现场 他看到传先生最后见的人就是道格 所以勒索道格要钱 道格把他打了一顿 决定亲自进入虚拟世界找真相 最终却无功而返 还引起了开头酒保的怀疑 更糟糕的是 勒索他的调酒师在向警方报案后死了 警方还找到了新证据 在老板被谋杀的晚上 道格说自己10点离开了办公室 监控录像却拍到他的车子 在10点半的时间还停在公司停车场 所有的人证物证 似乎都在指示道格就是杀人凶手 道格被捕入狱 他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中 他忘记了传先生被谋杀那晚的记忆 所以觉得自己或许就是杀人凶手 幸好传先生的女儿珍妮 给他做了不在场证明 才让他暂时被释放了 他还笃定地告诉道格 他绝对不会是杀人凶手 说来也是奇怪 道格很相信他 明明两人才见了几次面 却有一种认识了很久的感觉 为了珍妮 也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道格冒险第二次进入虚拟世界 他找到了传先生 曾附身过的工具人老爷子 传先生用老爷子的身体 寻欢作乐 夜夜升歌 老爷子不知道自己的身体被操纵了 只以为自己做了一场噩梦 每一次醒来 他都出现在陌生的地方 可是他忘了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 他原本是个顾家的好男人 结婚35年来从未背叛过妻子 可是每一次噩梦醒来 他的身上都带着香水味 差点引起了家便 道格答应帮他解决这件事 代价则是老爷子要和他一起去酒吧 老爷子被附身时是这里的常客 几乎所有人都认识他 看着这些熟悉的脸 老爷子终于想起了一些记忆 他回忆起自己曾经把一封信 交给了黄发酒保 道格竟然落荒而逃了 道格追着他来到地下仓库 酒保拿着一把枪出现在他身后 原来他偷看了传先生留给道格的信 当时的他对这封信不屑一顾 直到道格第一次来到这里 他附身在老范身上的变化 让酒保生意了 酒保决定按照信的内容 去往世界尽头 去一个自己从来不会去的地方 一直开车到尽头 然后他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真相 他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里 只是一个被人操纵的工具人 这种虚无的感觉让他彻底疯了 幸好道格在被杀死前及时脱离了这具身体 现实中的助手唤醒他 让他的意识回到了自己的身体 可是眼前的助手和酒保长得一模一样 让他心有余悸 因为虚拟世界里的所有人物形象 都是按照现实捏造的 这场恐怖经历 让道格终于意识到这个实验的巅狂 他们造出这个虚拟世界 给予了他们生命 却又随意操纵他们的意识 扭曲他们的一生 所以他决定在明早发公告 关停这个系统 就在这时 黑人警长找到了他 警长告诉他 珍妮的身份是假的 传先生根本没有女儿 而且所有人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道格在门口找到了 曾经搭过珍妮的司机 从他嘴里套出了珍妮的位置 可是他再次见到的珍妮 却像变了一个人 无论是穿衣打扮还是气质 都和他认识的女人完全不一样 最重要的是他不认识他 道格恍然大悟 终于明白了一切 他也按照九宝的办法 前往一个自己完全不想去的地方 一路开车冲过任何阻碍 终于找到了传先生被谋杀的真相 他的世界也只是一个虚拟世界而已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假的 眼前看到的一切都只是幻想 很久以前有人做过这样一个猜想 一个疯狂科学家将你的大脑切下来 放进一个装满营养液的缸里 科学家将你的神经末梢连接在计算机上 计算机给你的大脑发射各种信号 让你以为自己还生活在现实世界中 其实你所看到感知到的一切 都只是一串电脑程序 只要拔掉插头 你就消失了 这就是著名的刚中之脑实验 我们的世界到底是真实还是虚假 我们会不会是猪圈里的猪 被更高维的生物圈养着 看到了猪圈就以为是全世界 在20世纪末 就有一部脑洞超前的电影 探讨了这个问题 在一栋高楼大厦的13层 科学家传先生和助手赫道格 用电脑编程模拟出了一个 只要让大脑接入计算机 就能瞬间来到这个虚拟世界 这个系统原本要几个月后才上线 传先生却提前进入了系统实验 他经常在这个虚拟世界里 和美丽的叶总会女郎一夜风流 来的次数多了 他竟然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 为了安全起见 他把这个秘密写在一封信上 再把这封信交给叶总会的 酒保小黄毛保管 并让他把这封信 最终交到一个名叫 贺道格的人手上 可是他不知道自己刚走 小黄毛就拆开了这封信 等传先生回到1999年的现实世界以后 他立即去了公司隔壁的酒吧 用那里的电话给贺道格留言 让他去虚拟世界里取信 可是电话没讲完 他就被一个神秘人谋杀了 第二天 男主贺道格被警车的声音吵醒 在洗漱台前 他发现上面竟然有两滴血迹 隔壁的脏衬衫也沾满了血液 可是他对昨晚发生的事一点印象都没有 紧接着他就收到了老板被谋杀的消息 道格听到这消息特别难过 因为传先生对他来说 不仅是一起工作了六年的老板 还是他的好朋友 在他带着黑人警长一起去传先生家里查案时 屋里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这位金发女郎名叫珍妮 她自称是传先生的女儿 早上刚从法国回来 道格却从来没听说过老爷子有个女儿 更让他惊讶的是 他觉得自己见过这个女儿 珍妮说父亲生前想要终止这项疯狂实验 关停公司 可是传先生的遗嘱却没有把财产留给亲生女儿 而是留给了道格 所以他无法处理公司的事物 在这场谋杀案里 唯一的受益者就是道格 所以黑人警长一度怀疑 道格就是杀人凶手 他还查到传先生被谋杀前打了一通电话 这个电话正是打给道格的 道格听完电话留言 才知道传先生在虚拟世界给他留了一封信 可是他还没说出信交给了谁 电话就挂断了 为了找出真相 也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道格决定也进入1937年的洛杉矶 可是这个实验系统尚未成熟 助手不想他冒险 但是在道格的坚持下 助手给他设置了两个小时的接入时间 下一秒 他就到了1937年 附身在一个银行职员身上 银行职员是根据他的形象捏造的虚拟人物 也就是方便他随时附身的工具人 这是他第一次进入虚拟世界 眼前的一切如此逼真 就连水流的触感也和现实无异 他觉得自己仿佛穿越了时空 真的来到了大半个世纪前 他压下兴奋 按照老板留在系统里的脑电波记录 找到了他曾经附身的对象 他和传先生长得一模一样 却完全没有传先生的记忆 因为老爷子完全不记得信件交给了谁 道格只能根据其他信息辗转 找到了一间酒吧 顺利见到了酒保 可是此时的他并不知道酒保 就是他要找的人 而且他在虚拟世界的时间 已经到达了极限 这个男人开车到世界尽头 看到世界的边缘 竟然是一串代码 原来他生活在一个电子世界里 只是一个AI 只要拔掉插头 他就会消失 要是你发现自己生活的世界是假的 你会选择躺平白烂 还是过好这一生 男主发现自己的世界 竟然是人创造的 他只是一个有思想 没有实体的电子生命 而他爱上的女人珍妮 却来自于创造她的真实世界 珍妮来自2024年 与丈夫一起创造了 成千上百个虚拟世界 虚拟世界就像一个乐园 2024年的人们只要带上设备 接入电流 就能附身在NPC身上 体验与现实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他们在乐园里为所欲为 一夜情甚至杀人 反正也不犯法 所以2024年的犯罪率空前低下 这时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虚拟世界里的男主 和自己的老板传先生 竟然在他们的世界里 又创造了一个虚拟世界 这种事以前从没发生过 而且传先生还率先发现了 他们的世界是人造的真相 所以珍妮的丈夫老白 才进入这个世界 附身在男主身上杀死传先生 而珍妮假扮传先生的女儿 来关停实验系统 得知真相后 男主陷入虚无 要是眼前的一切都是假的 他不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 珍妮却告诉她 I don't love with you 老白创造出虚拟世界后就变了 他把自己当成神 随意践踏虚拟世界里的人类生命 他陷入杀戮的欲望中 让珍妮再也无法爱她 两人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 所以珍妮在设计男主的 虚拟世界的时候 带入了私心 她给男主加入仁慈正直的品质 就像以前的丈夫 她在重塑自己的爱人 就算是AI 她也只选择自己爱的人 而另一边 助手偷偷来到了实验室 在得知男主要在明早 关闭虚拟世界系统的时候 他决定在系统关闭前 也进虚拟世界感受一下 他刚接入 发现自己附身的人正在开车 虽然差点出了车祸 可是看见眼前逼真的一切 助手还是兴奋不已 附近巡逻的警察 却发现了他的异常 让他下车检查 就在这时 车尾箱突然传来求救的乌业声 助手也不知道发生了啥事啊 他打开车后箱 里面竟然绑了个人 慌张的助手 还倒霉催得被车撞往 瞬间谈回现实 只是回到现实的 不是他的灵魂 而是被他附身的 工具人的电子意识 因为助手的灵魂 占据了虚拟世界的 NPC的身体 随着NPC的身体死亡 他的意识也随之消散 而NPC的电子意识 就代替助手回到现实 这个NPC 在虚拟世界里是个九宝 却因为偷看了 传先上的信 而发现了世界虚假的真相 九宝陷入了虚无主义 只能通过暴力和杀戮 来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 这也是他的后尾箱 为什么会藏着一个人的原因 来到男主的世界以后 他对眼前的一切都感到惊奇 保安留意到了他的奇怪举动 打电话通知了男主 而男主刚与珍妮心意相通 共度了一夜 他接到电话后独自来到公司 却发现刚给他来讯的保安 竟然被杀了 杀人的当然就是九宝 疯癫的他 已经分不清什么是真实 男主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 不过还是选择告诉他一切真相 包括他自己 也只是一个虚拟的人而已 总而言之 他们都只是这个世界的傀儡 九宝再度崩溃了 不过他还是想去看一眼诞生自己的地方 男主带他重新回到实验室 九宝看着计算机 感受着神奇的一切 男主却突然开枪击中了他 脸上的表情也变得冷酷无比 因为他身体里的灵魂早已换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男主的使用者 也就是珍妮的丈夫老白 老白杀完人后重新回到了男主的住处 他是回来杀珍妮的 他痛恨珍妮的背叛 怒斥他宁愿爱上一个假人 珍妮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就在两人对峙间 珍妮已经被逼到无路可走时 老白却中枪了 赶来的黑人警长杀了他 原来珍妮早就察觉到不对劲报警了 黑人警长在查案的过程中 也猜到了这个世界的真相 所以他击毙了老白 即使知道自己生活的世界是假的 他依然珍惜当下 想好好度过这一生 他恳求珍妮能离开他们的生活 和死在虚拟世界的助手一样 老白随着这具身体死了 所以男主代替老白 回到了现实中的身体里 更让人惊讶的是 在这里他见到了一位老熟人 传先生 从此两人在2024年 过上了没修没造的生活 只是在电影结尾 他们的世界有关机了 或许这也只是一个虚拟世界而已